各位 大家現在看網站 就是美國的白宮 正式是官方網站 我會把照鏈放在描述 發出是2023年7月13日 今天就是7月14日 他說準備命令 Selected Reserve 和Individual Ready Reserve 去做一些事 白宮 法國需要再加一些軍人 來做事 他說主要是 要用在美國的Europe Command 美國的歐洲的戰區 看看這些是說什麼 首先就是Operation Atlantic Resolve 主要的作案 就說要燒盟友更加有信心 和 Deter Russia 等俄羅斯不敢做什麼 自從2014年之後 美國在歐洲 將最後的坦克都搬走了 當然現在 他快要送出去 要什麼人呢 兩種 一個叫Selected Reserve 這班人通常就是一個月 一個星期 一個週末 或者一個 暑假時 兩個星期 主要是做什麼呢 不是直接的兵 他們通常是支持的地方 包括 Quarter Master 即是運輸時 如何安排 Transportation運輸 Medical Personnel 那些醫務人員等等 這些人因為不經常需要他們的特殊技能 所以不需要在軍隊內長期服務 另一類就是IRR Individual Ready Reserve 這班人以前已經做了Active Duty 已經服役過 服役之後有8年時間屬於IRR 就是等候 有需要的時候會被叫出來 這次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們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Military Occupational Specialist 在軍隊內 一些專門的人 包括什麼呢 大家當然不知道 但可能包括其他東西 這套股可能是關於行政 物流 人的移動等等 現在我們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 不要緊 我們看到現在白宮這邊 需要叫一些後備軍人 準備去歐洲服役 亦反映到烏克蘭的戰場 很明顯不是很成功 如果是成功的話 俄羅斯已經被人趕回俄羅斯 烏克蘭那邊的戰爭應該停止 現在不是 而白宮發覺是需要增加人員的 但我們要記住 從頭到尾白宮都說 我們不會直接參與戰爭 但很明顯現在目前 他們已經服役的人員不夠 才需要叫後備部隊出來 到底什麼事發生 當然我們不知道 但無論下這個消息跟大家分享 我們要記住 不得已 我們可可負 在家 是